哎 这把武器行啊 这把武器行 这把武器花果山很强 这把武器能卖人民币了 713除去3加661 武器的话898啊 这把武器不能卖啊 不能卖 再加上一个133.3316段啊 1031 33再加熔炼6.39 39再乘以个0.57啊 再加上22.23 这把武器有点好不好坏不坏 不太值得上16 但是先毒的伤害的话 其实1054挺高的了 这把武器的话能卖上 我觉得不达宝石的话 两万三万啊 差不多 两万三万应该比较稳 因为这种武器啊 它没有达到那种超级神器的点 而且它成本又很高 首先要求你的耗币率得花生酒 也就是你基础的话 耗币率得值4万块钱 如果不值4万的话 要补到4万 然后的话 你再加上一个宝石6万 再加上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啊 最值钱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宝石钱和耗的底子 所以这个武器 成本的话啊 主要还在宝石和耗的底子上 另外体质加的不好 体质加的不好 就这么说吧 一千零 一千零五十九的武装的枪啊 差不多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 十八啊 到二十二万 一千零五十九的 于导现在还在卖啊 那个是老陈 老陈卖给商人 商人买了一手啊 卖不出去了 所以这个武器啊 关键就干耗的底子 它的耗的底子 要是值八万 宝石加六万 这把武器再加两万 就是十六万 所以这个耗的话 对底子要求太高了 看等级啊 要不是一百七十五 就凉凉啊 一百七十五还行 打开我 一百八千零五